Hello 我是Mario 那今天呢 我會再次做上次的Part2 去做今次的Part3 那Part3呢 我們大概就會教你 怎樣去做 在Audio裡面的東西 怎樣去編輯 一個Audio 或者Cut 教大小聲那些 OK 那我們就開始了 這個是上次的作品 上次的Part2 我都做了 我都做了 這個 Theme Music 教大家怎樣做這個Theme Music 又是按下格子 然後呢 就這樣按Audio 那你們會見到 有少少的Audio 那這個呢 你會見到下面 有個Volume 有個大聲公 Volume 那這個100 就是原本的聲音 那如果呢 你教到去 25呢 那就會小聲很多 你教到50的話呢 那就會被 原本的聲音 剪了一半 那你教到0呢 就沒有聲音了 或者呢 你教到0 就可能會超級 極度小聲或者是 直接沒有聲音了 那呢 但因為呢 這個是Background Music 所以我都建議大家 用回15至25 那我自己呢 就會用15的 那就大概 是這個聲音了 那跟著呢 其實這裡呢 還有其他功能的 那我們按一按那個 有個剪刀啦 在上面那裏有個剪刀的 那剪刀這裡呢 有兩塊東西啦 那如果大家都有用過 影片編輯器的話呢 那都是差不多的 這個是CUT的功能來的 那我可以CUT短一點 這樣就CUT短一點 這樣就CUT短一點 嗯 還未夠短一點 不過不要緊 它因為這段影片是不長的 那所以呢 就不要緊的 這裡是可以CUT東西啦 那都 如果你把這個LINE去 後面呢 那就會有不同的聲音了 不同的聲音了 OK 那就是說呢 如果你想聽後面那一部分 或者前面那一部分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CUT短一點 這樣 OK 那這裡呢 就比較不太常用的啦 這個是Speed啦 那加 加100呢 就會 聽起來呢 就好像很快 這樣 而減100呢 就會很慢 這樣 減100呢 就會很慢 OK 那這樣呢 嗯 另外一個的 這個呢 都會是 嗯 都 都不太常用的 不過呢 就大家都可以 玩一下 試一下這樣 這樣啦 那這裡我就不多說了 對啦 那呢 嗯 我現在就把Volume 調到15 然後就燈 然後呢 我們呢 就會小聲一點 的 會小聲很多的 對啦 那呢 嗯 這裡呢 其實呢 就是 它是 把Volume調低了 那我們再玩一次吧 是否小聲了呢 那小聲了呢 那小聲了呢 就其實是 今天的影片呢 其實就可以完成的啦 那 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啦 喜歡的呢 就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啦 那 sound effect的 這一部分呢 就教到這裡啦 OK 那 拜拜